歡迎回到世界雨連超級四類總決賽的轉播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畫面上的是馬來西亞的李宗維 將要出戰的是皮特蓋就是丹麥的人氣手啊 就是皮特蓋他要來參加的是南丹的比賽 那老師我們是不是可以講一下其實這兩個選手就是 在今年在這次的世界盃裡面發揮的都還不錯 所以現在他們要打了就是分組的冠亞軍啦 沒錯沒錯 那尤其這兩位選手在目前對戰紀錄裡面來講已經對戰了十次 那中委是以9比1的比數搖搖的領先的皮特蓋 那尤其這近四勝的話是在09年的香港公開賽2比1 李宗維贏 那2010年的韓國公開賽2比0 全英公開賽以及湯北都是2比0取得獲勝 那皮特蓋在上一次贏的李宗維的時間 是在2009年1月的韓國公開賽2比1贏 所以以這個紀錄來講的話 當然皮特蓋他一個這麼高年齡的34歲一位選手 以今天他的狀況來對戰中委來講話 其實在他心態來講 也許他不會非常的很積極的打這一場 因為他目前在分組來講的話 他已經篤定是進度復賽了 對已經是和李宗維是各兩勝進度的復賽 那當然進去以後他的下一關是比較重要 因為下一關在贏一場他就可以進入決賽了 所以他今天如果花太多體力在李宗維身上的話 即使進了復賽以後他下一場 不管是對陳隆或是對寶莎納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的吃力 所以老師是不是覺得可能這一場比賽 兩位選手可能都是輕鬆打的狀態 我估計皮特蓋會比較輕鬆打 因為他的年齡會比較來得到34歲 那體力的狀況是非常大的一個負荷 所以如果今天他有看了一下整個整體對戰計劃 我想今天他大概會用七成的力量來打這場球 當然如果有機會贏他一定是不放過 但是平量不要避免自己體力流失太快 而導致明天的一個發揮 因為明天是一場關節 不然你今天輸或贏 明天那一場只要贏了你就可以進入決賽了 對 進決賽 不過比較特別是李宗維是大馬的好手 那他們現在在超級倍的賽事當中 他參加了七戰 最近拿到六戰的冠軍 是 沒錯 實力相當的驚人 對 那其實很多觀眾朋友會提出來 那林丹呢 是 那因為有主持人我們其實有介紹過 林丹這幾年來講 尤其去年都是在打國內的 中國國內的一個比賽 所以他現在在國外來講 而且又在亞運玩 在京奧玩 他做一個整個調整的狀態 所以在國外的來講比賽 他比較爽參與 所以像譬如說 李宗維目前就是完全沒有敵手 那當然他也是很希望說 可以再跟林丹對戰到 那今年的亞運 如預期的對戰到 那林丹又以2比1的成績 戰勝了李宗維 感覺林丹好像是李宗維的克星 是 沒錯 不過其實李宗維他滿厲害的 在超級倍上的賽事 都拿了滿多的冠軍 其實可能在滿冠賽上 可能就是運氣比較差了一點 對 就沒有拿到這冠軍的頭銜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另外一個全滿冠的好手 就是因為左腳踝的一個傷勢 所以已經勿相推散了 沒錯 那所以李宗維其實在目前 他整個宇求生涯 最遺案的一個大賽 就是奧運 奧運進派 那當然他現在很期待 是2020 趕快到來 他想要復仇啊 是 對 尤其在亞運 今天的廣州亞運 也是2比1又落敗了 對 所以要等到下一次亞運 可能要等更久的時間 所以不如先等 所以不如先打奧運 對 我想兩位選手的實力 要奧運積分 都是沒有問題的啦 對 一定沒問題 對 李宗維跟林丹 勢必應該會碰得到啦 是 沒錯 如果兩位都不出賊的話 想冠亞軍應該又是他們的配角 對 對 那李宗維在前兩場對戰來講的話 也是非常的輕鬆 21比12 21比17 贏了越南的阮天明 以及21比18 21比13 贏了丹麥的傑克森 是其實蠻輕鬆的 那相對的 皮德基來講的話 就有一場打到三局了 那另一場打三局 是跟他自己的小老弟 傑克森來打三局 那打軟天明也是21比16 21比18 過勝 所以皮德基今天來講的話 我估計 當然 選手是沒有人願意要自己放輸的 但是以整個球技來看的話 他們這場我想 不能太用多的力量 來完成這場比賽 不管輸或有 因為明天那一場是最重要的一場 不管他今天是A 因為皮德基在A組 不管他今天是A冠 或是A冠 或是A冠 他明天勢必要對到 P組這邊的成龍 或是寶莎納 對 所以這兩邊來講的話 他都是一戰 兩場都是一戰 所以其實 不過看起來 皮德基在 剛開始有狀態上 其實還OK 沒有說好像放掉的這種感覺 對 所以依他今天狀態的話 應該是勢態性在大 如果有機會當然他一定要 對 但是如果說相差距太大的話 我想他後面是 就去重大 對…沒錯 不過因為現在還看不太出來 所以說可能 今天皮德基也是保留啦 這個態度 對 還不見得說一定感覺說 是要放掉呢 或者是要極力強盛 對 那不管今天皮德基輸 其實我們可以從轉播來 這邊來分析皮德基的一個球路 他擁有東方人的一個 一個身高優勢 一個… 四方人的身高優勢 對 沒錯… 然後東方人的球路 那目前他的教練 也是來自中國的 張強 張教練 就是他的一個恩師 在倒在十幾年前 到了丹麥去調教他 所以讓他有這個 東方人的一個球路 所以以往如果我們看到 譬如說全世界球王佛羅斯特 那一些丹麥的一些選手 然後一生 和亞拉繩 他們都是比較歐式的打法 所以歐式打法就是 他的轉寬啊 或者是說他的整個移位 會比較持頓一點 但是他們力量還是非常大 但是從皮德基的身上看出來 感覺這個球好像是界外 但是主持人好像是 判定界內的樣子 對 所以現在還是由 這個皮德基來發球 不過其實老師 你們可以看到現在 大馬的好手就是 這個李宗偉嘛 是 那個丹的訴求啊 一直都是沒有解決的狀態下 那本來他也很期待 今天可以在台灣碰面的 對… 或許推薦丹就是 在忙於國內的聯賽 是… 所以老師覺得 現在皮德基都已經34歲了 這兩年後的奧運他會有希望嗎 他也希望在那時候 再拿一面金牌 那記得我們1996年的 亞特蘭大奧運 那時候的冠軍 就是來自丹麥的德亞拉森 那時候他的高齡是34歲 是… 對… 尤其那時候還是舊智 既然他的學長34歲都可以拿到 用舊智的這個成績這邊 拚這麼久 對… 那現在心智我想也是有可能啦 不過這兩年可能就36歲了 對… 對… 那當然 他很多年齡大 第一個他體力的 而… 負荷 會來的比較大一點 但是他的經驗 他的各方面的 一些處理的球 會來的比較好一點 Seoul 所以我現在看這一拍 發拍來看的話 以往在歐洲人是沒有這種打法的 這是出現在亞洲人的打法 那既然Peter K. 可以用得上淋漓盡致 這就是要感謝他的教練張獎 以目前來講的話 中尾的分數還是一直被Peter K. 拉住 所以我們看起來其實Peter K. 打起來不是非常緊急 他就是跟著李仲偉的速度一直打 那既然李仲偉已經輸了 那我們就來檢診 那到最後誰贏誰輸就不一定了 其實在歐洲隊因為可能他們人高馬大的關係 感覺他們在球場上很從容 反而不像亞洲人可能需要移動速度比較快 不過這也是他們的球風的關係 對 沒錯 那其實李仲偉在以往的打球的一個經驗來講的話 他都是比較慢熱型的 對 他通常在第一局的前半段都是比較慢 不管打任何的選手都來講都是這樣子 那當然到第一局後半段十一會以後 他就會開始加速了 那第二局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目前為什麼林丹可以刻住他的球 因為他第一局很慢 林丹可以利用他這個慢熱的這個狀態 因為他在大量的區分 那第一局後半段的時候他已經追不回來了 那第二局他比中很快 跟林丹比較更快 是 所以剛剛看得出來 這個球有點失誤的有點誇張 對 所以其實在第一局後半段球也看得出來 其實林丹可以經營了一個幸運狀態 如果這分數一旦拉開 我想他會更 不是這麼積極的要來應付這場球賽 因為這是賽制的關係 如果今天是單淘汰的話 他今天這場就必須要拚了 對 而且今天是單循環 然後再進單淘汰 所以這一場來講的話 就顯得不是這麼重要 畢竟他現在跟李宗緯一定是篤定禁止的 所以希望說能夠把重心放在明天一站 對 如果明天神一打贏 誰就是進範圍樓 誰就是要打冠亞軍 所以今天感覺上 也有點像是兩方交手 會會低手的感覺 感覺上好像在訓練一樣 對 不過當然他們也是 當然都想贏啦 沒有人會想要輸 是不是真的 如果今天他們兩個的戰績 是跟剛剛回創的戰績一樣 這場拚起來的感覺就不一樣 那當然 跟李宗緯現在實力來講的話 要贏他必須要付出很大的一個代價 所以當然你賽前自己要評估 是不是要比這一場 畢竟後面的一場來講的話 是李宗緯好打多了 比如說成龍或者是寶善娜來講 他的實力還是沒有像李宗緯來的 這麼強 對 對 看得出來實力就贏過分數 就已經開始打開了 所以其實李宗緯感覺上也滿慢的 找到了自己的速度 是 對 五 五 五 其實我想應該 對 所以說其實在球場上也引起滿多粉絲的關注 對 對 沒錯 那早期很多歐洲球員來的脾氣比較暴躁一點 對 那在皮特雷身上看到這個歐洲人的特質 反而非常斯文 對 穩和 不過他也有提到說這一次在比賽之前呢 他的背部的傷勢其實是沒有完全好的 對 沒錯 所以其實可能打起來也不敢這麼費心所欲的用力 是 畢竟他目標是放在牆裡後的人的奧運 對 希望為他的這個退休生涯能夠拿到一個最重要的成績 是 畢竟他已經經歷過了 快兩次奧運的重量 健康 四眼 健康 八 這是他邁入第三次 對 所以我們從中場休息來看 包括現在一個分數的一個拉鋸 然後包括兩位選手在場上的積極度來看的話 看得出來皮特隊是用整個的心情在一起的 對 對 對 我們中圍就有上隊的氣息滿拚的 對 對 幾次的鋪球 幾次的救球都感覺出來 其實他還是很希望能夠贏得這場比賽 是 所以其實 以皮特隊來講 放鬆有時候打帥球 反而比他積極的來打帥球來得漂亮 放鬆一點感覺比較沒有大的壓力 對 你看今天他在進攻沒有一個是重拍進攻的 全部都是用扣殺在進攻的 起跳輕輕用扣殺進攻 似乎也沒有傳到 對 感覺也不是那種重拍要殺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還看不出來他的拿手缺貨 出界了 好 要不然如果以這場是單淘汰來講 我想 記得可以在15分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回家輸了 可是事實上現在還是維持之前的速度在打 對 那其實李宗偉今天失誤也蠻多的 李宗偉也沒有打出像前幾天這麼伶俐的攻勢 對 自己在腳步的移動速度上 還有今天的點的預測上好像都沒有那麼的準確 對 好 不過看實在這一板就是李宗偉的一個穿場 非常漂亮 所以昨天我們有提到像打成龍這種188公分的 就是需要這種刁穿的球路 好 那我們有提到其實在李宗偉身上在林彈上 就能看到這種刁穿的球路 對著披薩 應該是會放掉這些比賽 所以比數很快的就來到20比13 所以GamePoint是一個主末點 我想 這一場來講的話 李宗偉當然他失誤可能是比較多一點 那以李宗偉來講的話 但是當作熱身然後適應場地 然後準備下一場比賽是最重要的一個 對 如果明天能夠打贏成龍或者是打贏這個 成龍的話 接下來冠亞軍賽還是碰到的是李宗偉啊 對 沒錯 所以倒不如先趁這個時刻呢 先好好摸清楚李宗偉的球路 對 放掉很大的 所以現在不是很快21比14呢 第一集呢這個李宗偉就取得了勝利 我們進進一段廣告 稍後回來期待賽事 歡迎回到世界雨天超級系列總決賽的轉播現場 歡迎回到世界雨天超級系列總決賽的轉播現場 現在為您帶上的比賽呢 是馬來西亞的李宗偉 出戰的是丹麥的皮特蓋 是南丹的比賽 而兩邊的比賽呢 也代表了這一組分組的冠亞軍 直爭 我看得出來好像皮特蓋想要保留一些體力喔 在第一局當中呢是以14比21就輸給了李宗偉 不過現在第二局開始呢 雙方一剛開始比數並沒有太大的差距 2比2是平手的 所以我們整體看得出來其實 皮特蓋這邊來講是以試探性的打法 是 所以主要他不能受傷 不能讓自己的體力消耗大怪 當作今天是以整個熱身賽 畢竟明天他只要贏了下一場比賽 就是進了決賽 是 所以其實皮特蓋今天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在試探下今天 李宗偉一個狀況 那當然有機會的話 但在後天他就會碰到李宗偉 那麼因為在另外一組當中呢 成龍跟佛桑娜呢 在今天稍早的時候已經打了比賽 是以21比11 21比17 獲勝 成龍獲勝 所以說如果皮特蓋呢 他這場輸了 是這一組的分組第二 將對上成龍是分組第一 所以可以確定了 明天打的對手應該就是中國的成龍 好 我看其實皮特蓋就可以連 不怎麼想要動喔 比較大距離的球 他就是避免去救 那由於他背部的傷 沒關係 千萬是個人在這個監獄 在救傷復發 李宗偉的判斷失誤 這應該是個劍內號 對 沒錯 哇哈 非常漂亮 所以我們有提到 李宗偉是兩腳的一個扣殺 兩個角度的扣殺 一個側 一個反發 一個扣殺 非常標準喔 所以這個球如果是 今天是李宗偉和成龍 才打到的話 成龍就這種球的話 就是非常非常辛苦喔 對 因為畢竟成龍也非常的高 對 188 公分 李宗偉可以說是 就是轉到時間啊 這個往前的這個挑殺 或者是扣殺 其實都讓對方 回應不及 因為畢竟他的角度 其實真的很標準 對 那當然並不是說 Peter Gage他的防守不好 這種比較大距離來講 他不需要去做一個 非常拚命的鋪球動作 所以我們看其實 Peter Gage在後場面有時候 很用力在進攻 對 4 5 不過以歐洲人的體型 有這種打法來看的話 是真的不容易啊 對 其實算滿細膩的 對 7 2 感覺Peter Gage有點 肥性啊 對 這球 回球的滿大力的 我想這個狀態在11分之後 會更加明顯 因為分數已經慢慢再拉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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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男霜 他們是非常的突出 在這幾年來講 謝謝 不然今年 就是來講 所有的男霜 幾乎都是在印度 各種人的手上 那因為新智的關係 歐洲又能高馬大 因為以前歐洲來講 他們的力量速度有 但是他們體力不夠 往往到後半段的時候 他沒辦法承受 這個亞洲這邊的快速飛機 那但是因為新智的關係 現在 時間縮短了 所以會 很多歐洲選手 在混雙啊 或是女雙 甚至男雙的方面 會奪冠 那當然現在歐洲的男單 目前來講 是呈現比較 段子的階段 因為 畢竟歐洲來講 他是屬於比較高消費的地方 那羽球的獎金 就不算偏高 而且歐洲的手 所以扣得非常高 所以 其實 很多歐洲的球員 他們 副業是羽毛球 主業是另外一項 對 像早期有 男雙選手 Aris文豪 他 其實是一個 卡車司機 他就是利用平常 休息的時間 來練羽毛球 就沒想到打打打打打打打到 打到國際去 對 這早期也是我們 台北公開賽的常客 所以他 剛剛他跟我們講 他的工作是 其實我們嚇一跳 現在他是 該卡車的 那其實像另外一位 像皮特給另外一位學長 皮特羅姆森 左手持拍的 現在已經退休了 他也是 主業是醫生 IC PETER 他不是說 就是 就是 本來自動 原本是從打metros去開始 對對對 不過在第二局 李宗谭也是 打了很順 現在已經取得十一比六 的領先 目前來講的話 皮特菊應該會 放掉這場個比賽 是專心對付明天的成龍 對 由於那成龍他們在 他們的戰績下午就已經打出來了 所以他已經知道 他已經假想敵其實不是在李中文的 李中文是後天的假想敵啊 但是明天要擊敗成龍呢 應該也是一場應戰啦 因為成龍他其實也算是在男單當中 除了中國隊的星星啦 雖然說還蠻年輕的 所以只有20歲 但是其實 成龍在 因為是在中國的受訓嘛 現在他們在球路上也都打得非常的好 對 沒錯 不過如果 皮特給明天可以發揮得好的話 那包括他的體力狀況好的話 我想成龍要贏他 是要下很大的一個功夫 因為皮特給他的手法性的靈活度非常好 然後加上他的一些經驗 處理球來講 發揭發各方面會比成龍來得好 所以成龍當然是以體力取勝 那皮特給這邊就必須以技術來取勝 周圍又是在一拜的他的拿手絕活對小皮殺 是 不過皮特給呢在2010的超級杯當中呢 最好的成績呢是在韓國的超級杯 拿到第二名 那麼另外呢 明天對戰的選手成龍呢 他是在中國的超級杯有拿下冠軍的夾擊 不過其實兩方的選手實力應該都差不多啦 對 沒錯 對 因為皮特給雖然參加比較少戰 但是呢已經拿到第四個場機 是 那麼成龍呢 參加比較多戰是拿到第二排名第二 那像比較高年齡的球員 包括超人心結育進行高年齡的球員的話 教練團必須要評估他的一個恢復能力 所以要調適說 比如說達爾兩個比賽兩個禮拜的比賽 要讓他維持有一個禮拜的休息 然後接著大概兩個禮拜的訓練 再準備下一個的比賽 是 可是在體力上調配也是非常的重要 對對對 沒錯 因為目前來講 整個世界宇聯的國際賽事非常的多 不是只有超級系列 包括像GPGO或是GP的一個比賽都非常的多 那包括還有像中國的一個聯賽啊 各方面 還有包括像台灣也有國內的賽事 是 排名賽啊之類的 對 所以 怎麼樣去調配一個比賽的一個高超級 這時候教練就是要下非常大的功夫 那像 呃 拳衣錦來講的話 拳衣錦就下個禮拜他是沒有比賽 那拳衣錦的話 他在下個禮拜 還必須要打我們台灣的盤比賽 對 所以非常辛苦 他在週末打完 禮拜天打完 馬上打一下高雄 禮拜二 馬上就要跟女生們再打檔分雙 是 那一打完以後 馬上接著又要飛到馬來西亞 再接著又飛到韓國 對 其實是溫差很大 對 對 韓國現在又是大雪紛飛啊 沒錯沒錯 其實今年真的很冷喔 不管是在內地大陸或者是在韓國 甚至是在美國美洲都是大風雪啊 對對對沒錯 所以其實球員常常在外奔波最怕的就是遇到這種天然的災害 比如說雪災啊或者是說風災啊 導致他的航班一延五之後很糟糕了 他們都動不了 那下個比賽他還是去幫他參加 對 除了是身心俱疲現在很擔心下個比賽參加不到 對 對 尤其是有的賽事排得好近 可能只差個一兩天 對 那就是剛好是搭飛機的時間而已 是 沒錯沒錯 所以這邊可以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像國際賽是一個 國際選手一個平常在訓練啊會在比賽 通常我們在準備一個比賽的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比賽是在1月5號開始 那選手陸續會在1月3號抵達 那在1月4號會做一個場地熱身 包括一個也許會有時差一個調整 那1月5號就開始比賽 然後一直比到整個比賽完的隔一天 或是隔兩天 來返回國家或是到下一個目的地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有球員曾經去歐洲三站 就在第一站的時候行李就掉了 嗯哼 哇 那所有的球拍或是說他所有的日用品 必須要在國外購買這樣子 叫行李是一件滿麻煩的事喔 沒錯沒錯 好像成語心姐已經早期在 歐洲某個國家還遇到旅館火災 哇就真的是睡到半夜還趕快 還要起來逃命就對了 對 那我們也曾經在韓國公開賽 在紀州島也碰到了球館火災 哇 因為它的暖氣使用過度喔 所以導致暖氣整個燒起來都有 是 真的天然災害很多耶 對啊 所以其實比賽有很多狀況 那像大概在十年前在我們台北 那時候台北體院的舊館 排館裡面 也曾經因為一度停電 而導致整個球賽連至到半夜四點才完成 這些真的都很難遇免 對 那那一年剛好中國隊又派了很好選手 葛飛顧俊他們順俊都來台灣 就達到凌晨四點鐘 我現在比賽很快喔 李宗文已經來到了十九比十 是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皮特D可能真的是輕鬆打 希望說明天把重心放在的是成龍的身上 沒錯 還瞭起天來 對啊 所以其實不管在任何國家一個教練 對選手一個調度一定是這樣 不是故意叫他放輸 是 對 這是因為賽制的關係 所以他必須要調整他這場比賽 對 我們看到的是出現的第一個是MAT POINT 是我們整個的賽末點 是我們整個的賽末點 是出現在李宗文的身上 如果說他再贏得了這一球呢 那就有可能 以本土地的姿態呢 進入到明天的半準決賽 是 其實我們看我們這個歐洲的球王 皮特格 他雖然放著打 可是他不是很消極地在應付這場比賽 其實每個球還是不放 因為其實有機會到場上來適應場地 各方面來講球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 果然這樣 李宗文認為這個球應該是出界 不過這個現審判的界內 其實他這個球是有點在開玩笑 我們看一下好像是界外 差不多 有壓線的感覺 對 其實這個李宗文他是在逗著裁判在笑 因為其實他依現在的比數來講話 他之後他是穩穩的 對 他也知道皮特格的心態 對 他不會跟他拚了 只是就跟他講一下說 這個是不是界內這樣 對 是不是界外的笑 來顧一下 逗一下裁判 結內 對 可能兩個月要去吃宵夜了 對啊 所以晚上見 對 對 我覺得成績就是以21比14 21比12 其實李宗文滿輕鬆的 就獲得了這場比賽 也直落二的成績 取得這場勝利 那麼李宗文將以分組第一的成績 進入到明天的半準決賽 那我們先稍後休息一下 記一下廣告 再看精采的球體時間